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Google高层暗示正研发以Android为基础的PC电脑专案,扩大导入AI功能,在既有Chromebook产品线之外,开设新产品线,新批有望2026年登场。 业界看好,Google冲刺PC领域,有助壮大其生态圈、红旗、华硕等品牌厂,以及广达、人宝等代工厂,有望迎来新一波商机。 Google硬体副总裁Rick Asterno在日前的高通骁龙峰会上证实,正研发以Android为基础的PC电脑专案。 他提到,过去Google旗下的手机与PC采用不同系统,但目前正有一个专案将两者结合。 Google指出,新PC能运行Google的AI技术,整合旗下Gameline模型与Google助理,并将Google的应用程式与开发者生态带入PC领域。 言下之意,暗示Android PC即将问世。高通高层指出,以建国这项技术,暗示新产品将在2026年登场。 换言之,高通可能于明年退出基于Android PC的晶片,进一步扩大其PC产品线系统阵容。 Google目前在PC端主要以Chromebook为主。Chromebook搭载ChromeOS,是基于Chrome浏览器及Linux核心的作业系统。 Google主要与红旗、惠普及联想等主流品牌厂合作。 根据研调机构Canalys报告显示,受惠日本GIGA School教育专案,在政府机关大量采购下。 2025上半年,全球Chromebook出货量为1100万台,年增于一成。 其中,联想为Chromebook市场龙头,市占率达31%,其后依序为惠普及红旗。 Chromebook目前产品仍以低价取胜。 尽管先前Google推出Chromebook Plus试图冲刺中高阶PC市场,但仍在耕耘阶段。 业绩预期,随着明年高通推出与Google合作的Android PC晶片,将扩展双方在PC市场的影响力。 法人看好,随着Google明年推出Android PC,台湾品牌双A红旗、华硕, 以及在Chromebook领域深耕已久的广达、人宝等代工厂有望受惠。 与此同时,随着各大厂加大AIPC布局力道, 严调机构顾能Gartner最新报告指出, 明年AIPC市战率渴望首度突破五成大关,成为市场主流。 由于AIPC单价优于传统PC, 法人看好将助攻PC链获利。 顾能认为,AIPC正在重塑市场, 短线虽受制于关税问题与市场不确定性, 导致PC采购放缓, 但仍看好2025年全球AIPC出货量可达7780万台, 市战率31%, 预估2026年市战率将突破五成大关, 达55%, 届时年出货量将达1.43亿台, 并预估2029年AIPC将成为电脑常态。 随着AIPC普及, 顾能认为, 消费性PC市场将从现有X86架构主导的格局, 逐渐转向安谋ARM架构, 主因安谋架PC有望逐步解决软体生态系支援问题。 商用PC市场方面, 企业用户仍倾向使用现有的X86 Windows PC, 仍有71%选择X86电脑, 仅24%为安谋架构, 预估未来局势不会有太大反转。 业界分析, 在英特尔、超微等晶片大厂主导下, 目前PC新品已多以AIPC为主, 产品阵容也从一开始的旗舰级晶片持续往下渗透, 逐步填补高阶、中高阶、中阶及入门市场产品, 加速AIPC在整体PC市场渗透率。 尤其身为PC市场新秀的高通, 为了冲刺市战略, 今年推出推出骁龙X系列第四款晶片Snapdragon X, 抢供600美元价格带的Copilot Plus PC市场。 该系列正持续扩展市场, 包含华硕、红旗、戴尔、惠普与联想等品牌大厂持续开发相关终端装置, 预期到2026年时将突破100款。 在此背景之下, 面对强大的高能效晶片需求, 半导体迈入2奈米制程世代之际, 业界传出, 三星近期喊出2奈米报价每片2万美元, 折合新台币60万元, 低于台积电牌价3万美元, 折合新台币90万元, 相当于打6、7折抢势, 争取辉达、高通、特斯拉等下单, 要挖台积电墙角。 相关降价消息并未获得三星证实。 业界分析, 台积电2奈米将卖入量产, 产能供不应求, 先前已传出要涨价, 如今三星逆势发动价格战, 开除降价第一强, 再次点燃先进制程, 抢单大战战火。 台积电2奈米将如期于下半年量产, 手握苹果、超微、联发科、 高通等大客户订单, 应用领域涵盖智慧型手机晶片 和电脑中央处理器等高速运算领域。 三星目前2奈米仅供自家手机处理器使用, 业界分析, 三星为放大经济规模, 2奈米降价抢单, 希望能争取台积电主要客户, 上门分散投片。 另据DTimes报道, 当前全球前沿晶片产能, 普遍处于满负荷状态, 即便像挥达这样的科技巨头, 也面临严重的供需缺口。 尽管眼下属于卖方市场, 晶片代工厂之间仍存在激烈竞争, 三星已明确将2奈米公益SF2, 又称SF3P晶圆报价降至2万美元, 较行业龙头台积电3万美元的传闻报价, 低了整整三分之一。 对三星而言, 这一激进举措既是为避免2奈米, 产线闲置, 也是为保障投资回报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 三星的2奈米计划长期面临阻力, 今年1月有消息称, 即将代工厂投资砍掉一半, 而台积电同期却反其道而行之。 此外, 由于缺乏客户, 三星位于美国德州的新线晶圆厂, 也被迫推迟投产。 不过, 三星近期也迎来利好, 其与特斯拉达成了一笔价值165亿美元的重磅合作, 将为这家电动车巨头生产AI6晶片。 值得关注的是, 该晶片将在三星上述德州工厂制造, 这对韩国企业的代工业务而言堪称, 一键双雕, 特斯拉的技术需求与协作, 其要求良率达到60%至70%, 有望帮助三星提升工艺良率, 进一步巩固其高阶代工厂地位。 Digitimes还指出, 三星代工厂历来擅长价格竞争, 鉴于台积电现有级在建晶圆厂均处于满产状态且报价高昂, 三星2万美元每片晶圆的定价对无法或不愿承担台积电报价的客户而言显然极具吸引力。 但台积电或许并不为此担忧, 据报道, 其2奈米工艺已签下15家大客户, 包括英特尔、 AMD、 联发科及长期合作伙伴回答, 在该赛道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 三星传发动2奈米价格战, 要挖台积电墙角。 业界认为, 台积电拥有技术良率贯同业, 供货稳定, 不与客户竞争等赛优势, 三星短期内要靠低价, 撼动台积电的领先地位, 难度非常高。 就粮绿来看, 业界传出, 台积电2奈米初始粮绿已达64%至66%, 而SVM的合格晶片比例更突破九成, 显示量产前景相当乐观。 台积电向来不公开制成粮绿确切数字, 但董事长魏哲嘉已与法说会公开表态, 强调从目前客户采用意愿来看, 客户对台积电2奈米需求将会超越前一代制产, 另外, 供货稳定也是台积电一大优势。 业界指出, 台积电2奈米是其单一制程中, 有最多厂区生产的节点, 横跨台湾新竹宝山与高雄四个主要晶圆厂区, 今年底月产能约4万片。 为满足市场对下一代高效能晶片日益增长的需求, 台积电持续扩充2奈米产能, 预计到2026年, 2奈米月产能目标将达10万片, 提供客户稳定的产能。 最后, 第三个优势是不与客户竞争。 台积电一直以来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纯晶圆代工的商业模式, 专注于制造服务, 赢得客户的信任。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